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球队如果还想有一番作为 那么就必须要对他们的智容进行一定的加强 但是如今球队也面临着两大球星的虚约合同 首先就是克拉汤姆森和追梦格林 如今这两位功勋球员都强硬地表态拒绝降低薪水 他们两个人都只接受顶薪虚约的合同 这对于勇士的管理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现在球队根本就没有办法同时支付他们两个人顶薪的合同 因此现在来看的话 勇士队王朝也将会恐怕直接解散 库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回应了这个问题 他表示现在我和追梦格林 还有克莱汤姆森都是队友 所以我不会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是球队的事情 尽管现在有一些困难 但是我相信可以达成一致的条件 然后我们三个人会一起在这支球队退役 尽管库里的想法非常美好 但是现实却很骨感 如果这两位球星坚持不降低薪水 那么肯定会离开一个人 过去的这个赛季 对于勇士队极其艰难 他们不仅在西部半决赛中不敌活人队 惨遭淘汰 更是将要失去球队总经理麦尔斯 而这还没有结束 勇士队休赛季 还将面临巨额的蓄于压力 根据勇士队随队记者Anthony Slater 其Marcus Thompson与爱的报道 球队管理层对于留下追梦格林非常感兴趣 他们希望追梦格林可以跳出明年合同的球员选项 与球队重新签约一份三年54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但是这个续约报价很快便遭到了追梦格林的拒绝 追梦希望能够在今年夏天 与球队达成一份四年一亿美元的续约合同 这也将是他生涯最后一份大合同 虽然双方目前都有一完成续约 但是在续约薪资方面 目前分歧较大 特别是在下赛季普尔斯年1.4亿的合同就将生效 而且后面还有克莱·汤普森等住续约 这也让勇士队显得极其为难 若要同时留下追梦和克莱 球队就将面临巨额奢侈睡 而过去的这个赛季已经证明 目前的这支勇士队内忧外患众多 他们想要靠现在的志荣再次登顶总冠军几乎是不可能 毕竟队内不和谐因素太多了 而自从普尔签下大合同后 引起了队内众多球员的不满 这也让普尔本赛季饱受质疑 多次被怀疑出攻不出力的情况 这也让勇士队内氛围变得更加微妙 追梦格林拒绝续约 除了薪资的原因外 还有一大原因便是与普尔的不和了 而勇士队今年夏天也必然会做出抉择 否则即使续约了追梦格林 下赛季也很难有所作为 本赛季的追梦格林表现依旧很稳定 在今年的季后赛中 追梦格林在场均30.4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场均可以得到9.4分6.9篮板 6.8助攻1.5抢断一盖帽 投篮命中率46.2% 三分命中率25.0% 罚球命中率72.7% 依旧是熟悉的场均三双数据 33岁的追梦格林 依旧是目前勇士队的组织防守核心 对于勇士队有重大战术意义 除了对于勇士队意义重大外 追梦格林与球队当家核心库里的私交甚好 这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休赛季 追梦格林流队的可能性 但从追梦格林的数据和年龄而言 追梦格林四年1亿美元的要价 确实有些虚高了 但是从对于球队的意义及重要性而言 追梦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作为八年私贯的功勋老乡 追梦离队的可能性也不大 显然从目前而言 追梦格林会在今年夏天 选择跳出明年的合同选项 为生涯最后一份大合同而努力 你们觉得从追梦格林目前的状态而言 他值得多大的合同续约呢 荆州勇士在过去八个赛季的时间里 拿到了四座总冠军 很多人对荆州勇士所谓的王朝并不认可 因为他们没有完成过三联冠 这是在降低王朝的标准 荆州勇士队在2022到23赛季 获得了NBA总冠军 现在他们有机会再次赢得总冠军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史蒂夫科尔和鲍博·麦尔斯认为 斯蒂芬库里是荆州勇士 成功的关键 更多是因为他沉稳的性格 还有他独特的相容性 他允许杜兰特加入荆州勇士后 接管球队的一切 自己退居二线 这也是让他们三进总决赛 两多总冠军 斯蒂芬库里为了获得成功 一直在调整自己在球队的位置 这对于德雷蒙德格林来说 这是一个打击 因为在很多球迷媒体眼中 德雷蒙德格林才是荆州勇士 过去成功的关键 而不是斯蒂芬库里 因为荆州夺得四冠的时候 斯蒂芬库里只拿到了一座总决赛MVP 伊格达拉和杜兰特 抱揽了剩余的三座 显然 荆州勇士管理层的意思 就是想德雷蒙德格林 降薪续约 要他明白 荆州勇士能获得成功 都是因为斯蒂芬库里 而不是德雷蒙德格林 很多人都认为 2022到23赛季 将会是荆州勇士 夺冠之旅的最后一五 但是维金斯已经回来了 荆州勇士的实力 似乎回到上赛季 需了解 追梦格林已经开始威胁 勇士队的管理层 如果说不给他一份 顶新合同提前续约 那么他将会按照计划 跳出合同 然后去活人队打球 这对于勇士队来说 确实是一个致命打击 毕竟活人队 是他们季后赛潜在的对手 如果失去了追梦 格林还让他去了活人 那么此消彼长之事 相信大家都懂的 作为全联盟人气最高的 两支球队 西部半决赛 活人队阵勇士的比赛 可以说是万众瞩目 谁也没想到 从附加赛冲上来的活人 如今已经3比1大比分领先 未免冠军勇士队 勇士输掉比赛后 上到主教练 下到球员 都非常沮丧 只有追梦格林一人 还在敬业地保持着 一下比赛就直播博客的习惯 并趁着热度 大弹球队G4失败的原因 第一点 关于格林比赛中的 两个致命失误问题 要知道 活人勇士G4仅仅输了三分 如果没有这两个失误 勇士完全有可能追平甚至逆转比分 格林表示 自己愿意为这两次失误买单 第一个传球 导活人体补习 虽然是因为小佩顿 没跑到位置 但是自己作为传球手 负主要责任 至于第四节最后14秒的战术 就像詹姆斯与农梅 赛后接受采访说的那样 我们的战术 被他们彻底看透了 第二点 关于针对活人的战术安排 这里格林表示 自己不会说太多 只是表示 G4小佩顿打首发的策略 非常成功 不但自己能抓住 许多空位得分 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 拉塞尔的发挥 我们的制容 给了詹姆斯与农梅 很大的消耗 至于下一场比赛 无可奉告 第三点 是否有信心击败胡人 大家都看到了 胡人的强大表现 不过 一到三的我们 仍然有机会 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赢下胡人 我们之前就曾 一到三的比赛 翻盘了雷霆队 我们对于这样的处境 很有经验 第四点 太阳与绝巾的比赛 保罗受伤了 太阳如今太过依赖 KD与布克 他们表现得的确非常优秀 但是想要赢得比赛 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 相比之下 绝今刚刚赢下天王山 约基奇发挥依旧那么出色 对于太阳来说 接下来的比赛不会容易 第五点 热火与尼克斯 尼克斯与我们一样 也被逼到了生死边缘 巴特勒的表现太出色了 不会有人喜欢防守这样的球员 他真的会让防守球员感到沮丧 其实放弃岳福太愚蠢了 我和岳福是老对手 我知道他在季后赛有多重要 看看岳福季后赛的表现吧 其实这些蠢才都做了什么 第六点 关于普尔 在G4输掉比赛后 库里与迪温勤走的发言 都指向勇士更衣是不稳 库里更是直言 球队有人在孤立普尔 这也可以理解 普尔最近表现为何如此拉宽 对此 格林则不想透露任何消息 只表示 球队没人孤立普尔 我们现在只要一个信念 那就是影响活人 格林线如今 好像彻底摆烂了 无论球队输赢 都不会错过自己的国家时间 就连季后赛 这么重要的比赛环境 球队1-3打比分 落后的情况下 还有心情直播转钱 难道是知道自己接下来 最无数的大合同 开始认真做自己的服务验吗